《天选之战》 《圣怒狂欢》 请看一下简单的介绍 这是五对一的解释 五名玩家一起击败一位天选英雄 天选英雄战斗力 是高于所有玩家的 也就是一个团队作证的模式 另外五名猎手则需要相互协助 在游戏结束前 消灭强大的天选英雄 也就是需要一个团队合作来打一个boss这样一个模式 然后让我们进入实战 一起来了解一下 刚开始先实战一下 好 好 这个boss的这 一定要利用法地形 好久不見 好 霸池就开始了 加油 加油 霸池又开始封炸了 他在攻击下来是非常寡的 还是有齐角落下来 好,现在已经了解一个大概的玩法了。 好,第二边就开始一个练习了,要下精通一个模式至少,万一辨识不够。 所以还是要多玩多练习。 好的,队友已经要配合好。 BOSS是随机的。 是随机的。 是随机的。 是随机。 是随机的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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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插隊友 這個BOSS的尾都可以死的效果 如果打到打死他的血會慢慢回馬 好 那麼兩次都是以失敗告狀 不過沒關係 那麼這個模式呢就簡單的 讓大家了解到這裡 好 那麼想要了解詳細的 今晚直播間呢 在我的鬥魚直播間 會繼續帶大家了解這個模式 一起玩這個模式 有興趣的晚上可以來我的鬥魚直播間 好 那麼這期視頻就到這裡了 喜歡不要忘了數字三連 如果你有好的技巧 歡迎在評論區留言 一起分享 我們下期視頻不見不散 拜拜 感謝各位收看 感謝各位收看 有請 我們一下子 打招兩